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謝謝主席 可不可以嗎 請蘇院長 蘇院長 請 內政部徐部長以及交通部林部長 內政部交通部 交通部 院長 辛苦了 還有各位部長 這個防疫期間真的是大家是卯足了前進 那全民也做各位的靠山 但是全民也非常關心我們現有的防疫的資源夠不夠 那我們作為民意的代表願意來提供所有必要的資源 來給我們第一線的同仁來做最好的準備 那個先請一下交通部或內政部 昨天一整天在我們所謂的關閉國門之後 多少人回國 昨天一整天 內政部徐部長 預計是應該會有一萬六千多個人 不過因為過了今天等於三月五號又少一個 那現在我們應該是以現在來講大概一萬多個人 現在是在居家檢疫 那在居家隔離的因為這個是衛生署 不知道我先問一下就昨天一整天有多少人入境 國人 昨天有大概將近九千個人入境 那今天呢 今天現在預估啦 因為預估跟最後進來會有差距 那我們預估還是大概是這個數字 所以大概會持續幾天的時間 應該是 我們最高峰過了沒有 最高峰應該是這兩天就會過去啦 我們的預計啦 因為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有很多想進來的 後來聽說要檢疫14天 所以不進來了 他就取消了航班 那也有進來了 聽說要檢疫他馬上要出去 但是已經進來了 我們不能讓他出去 所以還是檢疫了 所以交通部所掌握的資訊這些所謂預買這個機票 或是預定要回來的人數 大概最高峰大概這兩天就過了是吧 還是基本上 所謂清明節 因為他進來要14天隔離嘛 所以他可能就是現在就應該進來 否則到時候也沒辦法所謂掃墓啦 是是是 所以大概也是這樣子齁 所以最高峰應該是過了 文言報告齁 昨天是八千八百多人 那今天是九千一百多人 那這個數字當然也還會再變動 我們預計應該是這幾天是高峰期 院長我想了解齁 就你所掌握 現在居家隔離也好 居家檢疫也好 現在人數有多少 目前所掌握 會呼呼這邊的資料 這個 何治長 我剛剛有提到了啦 當然 後面的小尾數我就記不掉 但是大概現在有一萬兩千多個人在居家檢疫 然後在居家隔離的時候一千兩百多個人 可是剛才提到齁 昨天已經八千多人 這全部都居家檢疫嘛 對不對 今天又有一批進來 又是居家檢疫對不對 所以今天進來的 最後會進來多少就不一定 像我們昨天早上是估計會有大概八千個人左右 最後進來只有三千八 本來早上到十點的時候 我們估計會有四千九 結果進來才三千七 後來進來的反而又少 像昨天在高雄機場本來預計會有六班 現在又變四班 所以事實上它是一直在滾動的在變動 好沒問題 兩位部長先請回 我先請何治長還有院長 不好意思 我先確定一下 我們現在所謂防疫補償金 還有追溯 沒錯吧 從今年年初只要它有隔離十四天 不論是居家隔離 居家整益 甚至所謂照顧的這些 都可以符合請領補償金的一個標準 沒錯吧 好 那這樣的一個補償金 我們變了多少 18億多 18億兩千萬元 我們初算了一下 如果一個人十四天 每天拿一千的話大概就一萬四 所以18億去除的話 大概就十三萬人 應該不至於人次的 十三萬人 可是以現在這樣的一個情況 疫情還在進行當中 會不會不夠 我們當時本來估的時候是十三萬 但是因為我們其他的用途的一些費用 可以互相再做一個調整 所以基本上十三億的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18億的部分應該是沒有問題 院長也隨時幫忙了解一下 如果這邊的疫情的這個狀況 有更大變化 是經費不夠或等等 可以隨時提供他們必要權利的一個支持 沒關係 我們這個除了有一倍金外 這個可以雲樓的 好 但是民眾會覺得 這會不公平的問題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想法 或是有人在反應 就是說那些爬爬罩的人 請問一下他罰的錢到哪去了 地方政府還是到中央政府 按照一般罰款的方式 還是會要繳交到國庫裡面去 那有沒有可能這筆錢專款專用 爬爬罩的人罰的錢來補這些 我們所謂這個 這個居家檢疫相關的這種補償金 這要看國家的法律規定 財政的那些規範 因為民眾會覺得比較 心理比較平衡 爬爬罩的人罰了一百萬 拿這些錢來補那個所謂的 防疫這個補償金 院長你覺得這想法怎麼樣 這個對於民眾來說是 比較平衡 心理平衡 那我們不希望爬爬罩能夠 花到多少錢啊 希望藉由賀族來阻止事情的發生 但我們絕對強力執行 而且一定信賞必華 快賞快華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編的這個 所以有這樣子 其實反而是鼓勵民眾 乖乖的接受檢疫 不要爬爬罩 所以有人說 還可以有錢領 其實這個有錢領 比減少行政支出 其實還是划算的 甚至很多民眾寧可不要領這個錢 因為對他來講 他有人身必須要被管理等等 所以他也未必那麼心甘情願 或甚至想要去領這個錢 所以我相信民眾 也願意配合這樣的政策 目前至少看得出來 這種所謂爬爬罩的情況 相對來講是有限的 沒錯吧 如果不配合 而是爬爬罩的 或者委婉 要求等 不但不能領錢還會被華 好 謝謝 那 公司請教育部 潘部長一起上來好不好 我現在另外一個議題 這是今天早上最新的資料 那次長繼續留著 因為還有一個問題跟你有關 那個 根據教科文組織的一個最新的資料 全球 所謂停課的國家 有107國 是全國停課 12個國家是局部停課 換句話目前的這種所謂COVID的疫情 全世界有119個國家 採取全面或者是局部停課的情況 那我們上一次宣布停課 是在2月初 那個時候只有10個確診的案例 然後我們因為剛開學 所以延後到2月底才開學 然後這一次呢 目前這兩天 我不知道今天有沒有 但是已經突破100多了 而且是暴增的情況 而且政府部門也不斷的強調 未來這兩個禮拜是關鍵的時刻 下一波 我們透過停課的方式做得非常好的 一個預防性的這個處理 這一波 我們在重要的關鍵兩個禮拜 有些家長在關心 有沒有可能採取任何預防性停課的可能性 那個院長或是部長可不可以來告訴我們 位於停課 我們上次把寒假延長暑假縮短等 當時真的是預防性 而且是非常有效的 很受家長的肯定 各界的肯定 那這一次這個情形 我們定有規範 也就是發生一件全班停課 兩件全校停課等 已經有一個規範 那目前只有一個學校受到影響 全班全校停課 其他其實說起來 我們全體國民真的水準很高 你看 沒有發生這樣的情況 而發生的這個例 反而也是去國外 也是等於是 也 再回來感染到同學的 所以 我們期待不要再發生 能夠度過這兩個禮拜 不要影響這麼多的孩子 所以目前來講還照原有的規定 什麼一個班有多少人 然後全班或全校停課 然後還不會有採取所謂 全國停課的情況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確實 停課這樣的事情 在我們從初期 這個院召開我們所做的 防範性的這兩週的改變 這個很大的功能 也讓學校更加的做好相關的準備 那現在目前 確實我們訂完這個標準之後 而最近 教育部也跟指揮中心 其實是密切的在聯繫 也觀察 最近所產生的確診案例 都是從這個境外移入 那現在也有相關境外移入的做法 而且各學校包含大學 戰戰兢兢 只要有檢疫的 幾乎是把它當真 非常重要在看著 那因此 包含從3月19號 我們只要入境的國人 當然就包含學生等 都要有14天的居家檢疫 我想這樣的一個防護措施下 目前 我們應該還是以 停課的相關標準來做 這個準備 我想這個會更不健的來執行 我想主要是因為 對不起 也給委員做一個說明 也藉這個機會 向國人同胞報告 讓家長知道 我們這一次 寒假延長兩個禮拜 讓政府能夠把足夠的防疫相關物資 配送到學校 讓學校做更好的準備 這保護了孩子學生 第二點 老師學校行政人員 大家有這樣子的一個作業 所以這一次保護得很好 第三點 開學的第一天 讓部長 教育部潘部長 跟衛福部成部長 有一個信件 讓孩子帶回家 等於是也學生 學校 家長做一個大家一體的 大家一個指引或者規管 所以做得很好 因此 這一次 我們在黃毅真的是步步為營 不但是有超前部署 而且是大家一起面對 所以這一次 因為停課的影響非常大 是的 所以我們不輕率停課 我們看有些國家 一花步 就全國停課 我們沒有這樣 第二個是 藉這個機會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交易 而且是實作的演練 如果能夠安然度過 那台灣又是一個了不起 院長剛才提到 事實上上一次主要是 因為太突然 所以我們要做好準備 包括最重要的 包括進出校園 要做量體溫的動作 上次沒有辦法做到全面 所以準備好之後才開學 這次都準備好了 所以理論上 應該不至於像其他國家 像一百多國家 現在全國停課 應該我們不至於走到那個地步吧 我們不希望這樣 因為這樣影響孩子非常大 上次我們延後兩個 寒假延長兩個禮拜 正因為暑假縮短兩個禮拜 孩子受教權都不受影響 那這一次 我們藉由這樣的作業方式 讓學校做出了準備 讓孩子也知道怎麼應對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交易 第三點是 我們借這一次 也讓學校一些偏鄉 或者過去教育部就想做 而這一次 借著疫情 我們在這個振興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整個教育部 也可以把這個機會 要讓偏鄉的學校 設備 教材 軟體 借這個機會 提升 所以 振興不是只有 產業 或者企業 是包括學校 都等於升級版 所以這一次是 政府有計畫這樣做 好 另外一個 跟這個群聚有關 就是 目前大型活動 進不進 我先問幾個關鍵 是到時候決定權力在中央還是地方 中央 即以疫情全國一致 定有規範 所以不是就哪一個活動 可以不可以 我們中央過去做法都是 什麼情況 有點像祭典一樣 合乎幾個典 這個就不該辦了 沒有到哪一個程度 就進到什麼程度 這個因為核准常常都是在地方機關 而且多元多樣 所以政府說哪一個要准不准 都由中央來 其實也難以面對這麼多 所以地方政府在准不准 有一個導引規範 讓他們參考 讓他們做決定 在中央現在有沒有所謂的 三百以上五百以上 盡量不要辦或要辦的這種做法 禁止或是不禁止 跟委員報告 我們是有大型集會指引目標數 是定在一千 但是一千以下的也是看你的情況 如果是剛剛這樣院長講的 比較密集的 沒辦法控制 做好防疫規範的 還是不要辦為 一千是我們現在定的標準 會不會隨著引擎的變化 開始做一些可能的調整 甚至縮小數字 看疫情的情況 我們會來做滾動式的修正 委員是這樣 有幾個情形 人數是一個 一個估量的情形 另外 你是密閉的 還是開放的空間 另外 你是通風良好 還是怎麼樣 所以有一個 規範指引要求 那這個 都有指揮中心 專家會議 他們都有 比較 密的 這些 供參考 OK 好 謝謝 另外一個 當然我們看到這次發展裡面 大家很關心 就是到底 這個疫情 它的這個病毒 它的存活的情況 它的這個所謂活性等等 那最近 美國的這個 衛生研究院 他在新伊格蘭期間發表 說在紙類 在木類 各種可以存活的時間 然後提到紙類 他有談的時間蠻長 可以到兩天的時間 是更長的時間 先請問一下 到底用紙幣 銅板 安不安全 各位說 如果 這個是 看它的一個 機會的問題 如果我今天剛好是 有被確診 但是 是有帶這個病原體 但是我還沒有被確診 剛好我使用我咳嗽 咳嗽到那張紙鈔上 當那個紙鈔在 那個存活的過程中 當然是有機會去給別人 所以是有可能做一個 傳遞的物質嘛 對不對 但是大部分人現在出外 他是要去市場 或者去銀行 都會戴口罩 所以殼也不會殼在紙鈔上 但是他手沾東西啊 一樣啊 對 沒有這個風險存在 他在鼠鈔的時候 都有那個機會 好 我本來想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危機也是轉機 這次機會 是我讓我們推動行動 支付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機會 政府自己定的目標 2025年要達到九成 那我希望利用這個機會 政府來協助盡量來推動 好 謝謝羅出正委員 謝謝